二一世纪人性乱 佛陀再来人说法 在这极度苦恶污浊纷乱的世纪 有一位大智慧圣者的注释 将生命全然奉献 完完全全没有一点自己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就是我们最尽爱的亲教师 洪胜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慈悲救度不舍一人 犹如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一样闻生救苦 救赎茫茫大海中的苦恶众生 无数次的一度再度苦海无边的我们 引领着我们回家的路 没有一分一秒停止付出生命的全部 师父上人 感恩您的注释 辛苦您的教化 我们永远爱您 我们永远爱您 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的正法教育无远佛界 今天海外学子也分享了 因师父上人教导而转变的故事 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好 各位印诀人的老师 以及各位同餐大家好 我是沐环 在这里呢 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简单的生命历程 以及转变 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生了一场重病 而认识的师父上人 那当时的我真的是完全的不相信 师父上人真的是很慈悲 依然又阴郁疗法治愈了我 我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不是师父上人当时的救度 我现在就是一定会带着人工肛门 也或许大家根本就看不到我了 接下来我搬去了美国 经历了父亲突然的离开 再加上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 这一次一次的打击 都是可以彻底把我给击垮的 我从原本没有办法接受 很痛苦 到现在我接受了 然后我甚至回想起来 我是感谢这些事情的发生 因为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的生命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转变的契机的 因为我就是那种 我没有痛过 我没有苦过 我就是不会想要改变的 那现在的我真的是 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每天都过得很 安心跟踏实 然后这份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然后你的人生 你会觉得很有一个价值所在 然后你也有一个很明确的 努力的方向 然后重点是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哦 我每天 我现在每天都开心到很小唱歌 这也是之前没有的 那这一切一切都是要很感谢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 弟子真的很感谢您 您就如同我的再生父亲一般 是您把我从 在我人生 最黑暗 最低潮的时候 把我拉了出来 救了出来 您教导我 告诉我生命的 恰值 生命的意义 那我现在可以体验到 原来 生活是可以如此的不同 跟快乐 如果真的不是您 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真的很感谢您 弟子知道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努力的空间跟地方 可是我会继续的往这条路前进 因为我知道我有这条路 就是我该走的路 真的很感谢您师父 希望您教室姐快乐 在这里呢 也祝福所有的 义绝恩老师 以及同餐 教室姐快乐 我们已经接触到 如此珍贵 可以脱离苦海的无上大法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我有自己才能够救自己 希望我们大家都一起加油 在这里呢 也很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曾经的师父上人您好 各位同餐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要感谢师父上人 谢谢您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愿意道理 我们当山与你的相遇 第一次听到正法 第一次有人叫我们如何做人 叫我们正确的道理 第一次有那么一个人全心全意的会很好 虽然那时的我们是如此的糟糕 你却没有自豪的分别和失足的偏见 这样一位圣者竟然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在于你在更运学习的过程中 才发现以前的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的恶习恶见 所以才让自己的人生 生活 家庭 感情 人际关系都亮起了红灯 特别是头痛的毛病 吃了三十多年的药 看了许许多多的医生 都没办法改善 你们告诉我 这是因为一感平质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人 是自己内在严重的贪嗔痴 学习地质规 从基础做起 渐渐的头痛的频率越来越少了 程度也减轻了 每次痛了 就反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 不用是要改自己的起心动念 虽然不能一下做到位 但是你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做不到 才需要努力去做 一切回归自己的心念 努力去完善自己能做的部分 去年我拜师了 谢谢您给我更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您教我全力念佛保生极乐 以前投保医疗保险 结果一个月去医院四次 身体多病 没有生活质量可怜 现在投保阿弥陀佛 身体变好了 以家人的关心 工作也得到了改善 自己受益了 也要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受益 我知道光有这个想法是不够的 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转变 才能让 才能给更多人信心 让更多人学习 转变自己的人生 念好阿弥陀佛 是我今生的目标 最后 祝师父上人 教师姐快乐 持恩难忘 感恩您的教导 谢谢您 阿弥陀佛 看完了我们远在海外的 欣欣师姐与穆环师姐的分享 真的觉得不管有多远 心都是跟着师父上人 紧紧迁细着 因为师父上人 而转变的命运故事有很多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这段演出 圣者慈明再度归航 圣者慈明再度归航 快点 唯 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 船儿呀随风荡漾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她是阿柔 她是阿盛 她是阿盛 我们是柔顺姐妹花 上台一举躬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 转变命运的故事 有一天有一行人乘着法船 突然 突然遇到大风大浪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清晰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一波还来不及 一波早就过去 一生一世如梦出行 一生一世如梦出行 要老实才能真的学法哦 师傅在教大家要照做哦 从小我就是不听话 爱搞怪的小孩 妈妈管我很严 我还是喜欢跟朋友到处刺头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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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吗? 很无聊的耶 那算话很累的耶 是啊 人生这样真的不好玩 后来我遇见了救命恩人 洪胜师傅上人 从第一次法堂到第一次邪谈 师傅就像一盏灯 指引着我学弟子规 从校养父母开始 我的人生价值观开始转变 师父教导我学习圣贤教育 从弟子归开始落实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 现在我会跟妈妈好好说话 不像以前一样不听话 只要有机会 我都会多不失服务别人 遇见了师父上人之后 我的人生开始一路顺遂 爸妈想也没想到 从小课业一塌糊涂的我 竟然可以顺利考上国家考试 我现在会多关心爸妈 毕竟遇见师父上人之前 我是如此的不听话 我要继续深入圣贤教育 并且落实与完善 现在改变了我与父母亲的关系 更要进一步地改变自己与人生的关系 因为我想要让生命状态变得更好 我会向师父上人请医 现在我照着师父教导的做 物欲减少了 也不再追求采米油盐酱醋茶的满足 我的人生是因为名师而改变的 谢谢师父上人救了我 我立志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好男儿 做一个男主汉 哇 这学法后气质真的不一样 这是 学法前后不一样的照片 对呀 越来越演奏哦 像我一样 永远十八岁 每个人在人生历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当场好媳妇阿孙啊 你这么年轻就嫁人了 可以分享一下做人的媳妇的媳妇吗 做人的媳妇就在道理 夜晚晚起睡 早早起 对 只要明白道理 婆媳之间就能和平相处 没错 她被关心到不知道怎么应对 她就跟婆婆上演着躲猫猫的戏码 你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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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发现 后来她发现小孩子越来越像自己 你看不到我 砍不到我 砍不见 砍不见 就是看不到哦 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于是 崩奇阿就向师父上人请义 师父教导 不管怎么样 长辈说的话就是要听 后来她照师父教的去做 慢慢去修改自己的脾气 把师父上人教的理路 自己先去做 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想法 现在面对长辈的要求也能理性对待哦 而且本部的课程 只要时间允许 她就会带着小孩一起去上课 后来啊 发现真的有因果能量这回事耶 一切都越来越好了 依照师父上人教导的礼物去对待 比起以前过去真的好太多太多了 是啊 而且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和谐咯 我的家庭真可爱 真姐妹满油安康 家和万俗兄啊 正确的学法态度让自己命运变好 家人也一起变好哦 学法能够变得这么幸福 那我们大家一起修就来一绝缘学法呀 在一绝缘 师父上人教我们改个性 学习圣贤教育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好能量是可以从我们自己产生的哟 预备 起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诶 等等 刚刚那一幕好熟悉哦 嘿啊 8月8号会员大会有表演过 而且我们一绝缘的课程增加两堂新课程哦 有弟子归 登登登登登登 还有太上感应篇 登登登登登 在丰富的课程中可以学习英国礼录 建立正确生命的价值观 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 没错 来到一绝缘大家一起学法提升 相信和平的世界很快就到来了 让我们敲希望的重压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教成功永远在 师父说过 用尽全力 漫长的错觉及消失 在遥远的路只要启程终将到达 对 师父就像自己的爸爸 手把手地教导 教我们将命运变好 能遇迷失学习正法是多么的珍贵 所以老师听话造作就对了 yes 让我们将真心的马达打起来 一起归航 跟随师父上人学习 往正确的生命方向运转 yeast Really love your own you know yeah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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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流不斷衝刷動盪 因為師父上人的正法教育 大家才有機緣轉變命運 感恩師父上人的慈悲心懷 念念為昌生辛勞教化 從不曾放棄過我們 在學習的路程上 給予我們正確的方向理論方法 這輩子若沒有師父上人的救贖 肯定是苦不堪言 無法脫離該有的命運 更不用說 能聽聞這麼珍貴的正法教育 唯有深信才能改變命運 要老實聽話斟酌 做對的事情 不斷地堅持下去 將師父上人的法 落實在生活上 把自己原來不好地改掉 裝盡正確的 一個人一輩子真正能遇民師的有幾人 若真遇見了要加倍地珍惜 因為在這個末法時期 是非常難遇見民師的 感恩師父上人 感恩您點亮了脫生死的希望之光 引導我們回歸美好自信本源 祝願師父上人 祝願師父上人長久住室正法紅船 聖體安康平安吉祥 師父上人我們感恩您 恭祝師父上人及所有老師 祝教師傑快樂 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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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體